如果你会把卖 你把到的是命门虚的 当你把到命门虚的时候 你要记住 扎圆虚比扎本虚效果来得好 我们讲的是使用时机 很爱选虚的时机 比如说不管虚还是实 你就直接扎本虚 这次就可以了 不管虚还是实 你扎圆虚这次就结束了 以前有一个老师说 他说内经是不对的 如果说所有的丈夫不平衡 你就扎圆虚就好了 那我们干嘛来这么多虚位 内经概括的那句话 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 所以我们还用进来谈真里面 我们发现 所有的丈夫经络 都有问题 那我们就选择扎圆虚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开阔一下思路 如果你扎 哨音太阳 你也不会取穴的时候 你辨证 你哟哨音太阳了 那有一些 你可以扎到那个全息的取穴 那当有一条经论 你扎不到全息取穴 你不会取的时候 你怎么办 思路来呢 你就扎本穴或扎圆穴 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中始卖法里面 也是十二经络 十二经络有病变 那我要去找 丈夫表里之间的虚实 那我们可以用虚的那条经 我们就补其穴 实的那条经 我们卸其穴 这个相对比较复杂 而且要会把脉 所以我是还没教 这是以后再说 这个是我 学了真灵以后 用了脉以后 然后我带到弹针前来结合的 那在谈老师是没有这么讲 可是我们可以用十二经络平衡 来使用脉来决定 虚还是实来进行补屑 那现在我们 基本上谈人不谈虚实补屑 对不对 那我们很简单 就扎本穴 也没有方向 此次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